9月12日起 中天綜合台 最新一季 中國好聲音4 單車連環狀 救護車冒著大雨火速前往救人 車禍現場一片凌亂 教室的小貨車 車窗玻璃全部碎裂 車頭嚴重 凹陷變形 更緊急的是 兩名傷者受困被夾在車內 傷勢相當嚴重 相關隊員出動破壞器材 費了好大一番功夫 才終於把受困的兩個人給拖出來送衣 不過救出來時已經沒有生命跡象 消防隊員把握時間 在救護車上施作CPR 但經過急救後 依然回天罰術 子王的是一對夫妻 30號上午10點多 66歲的蘇姓老翁帶著妻子 要從台南工作的余溫回嘉義布袋的家 沒想到行經旗鼓後港裡一出入口時 因為胖沱大雨阻礙視線 小貨車失控 追撞前方休旅車 休旅車又在擦撞另一輛轎車 三車連環狀造成兩死四傷 受到西南氣流的影響 南台灣接連幾天都下起瞬間暴雨 於是大道阻礙駕駕駛的視線 如今還奪走一對老夫妻的性命 讓家屬難以接受 記者賴館長包經營 SNG小組台南報導